行政院有沒有開始準備 蘇院長要走的話要打包什麼之類 有沒有這個動作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動作 目前沒有接貨指示 目前都沒有 所以蘇貞昌是賴定了不走 這個東西啊 臉皮之厚啊 比城牆還厚 探為觀止啊 看看過去 2014年 國民黨執政 第二選舉大敗 在江一華行政院長 請示 一兩天就走人 2016年 總統大選 國民黨輸了 毛治國 請示左人 那時候總統馬英九啊 去看他他還拒見 拒絕接見 2018年民進黨執政 賴清德的行政院長 民進黨大敗 一兩天就走人啊 一樣 很快走人 誰管說有史以來啊 責任政治啊 臉皮最厚的蘇貞昌 有請行政院的 李副秘書長 李副秘書長 哦 李副秘書長 委員好 你好 這個執政黨選舉大敗之後 這個蔡總統 蔡總統 請示了 民進黨 的主席 蘇貞昌 院長 這個 口頭請示啊 就被位留 馬上高興的趕快把他留下來 好高興 總統 總統說 我就請問你 行政院有沒有開始準備 蘇院長要走的話 要打包什麼之類 有沒有這個動作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動作 目前沒有接貨值 目前都沒有 所以蘇貞昌是賴定了 不走 這個東西啊 臉皮之厚啊 比城牆還厚 叛為觀止啊 看看過去 2014年 國民黨執政 第二選舉大敗 江宜化行政院長 請示 一兩天就走人 2016年 總統大選 國民黨輸了 馬治國 請示左人 那時候的總統馬英九啊 去看他 他還拒見 拒絕 接見 2018年 民進黨執政 賴清德的行政院長 民進黨大敗 一兩天就走人 一樣很快走人 所以說有史以來啊 責任政治啊 臉皮最厚的蘇貞昌 居然都沒有準備那麼的動作 就是賴定了 我想 這一次的民意的 反撲啊 你要講的話 是老百姓對這個內閣是非常不滿的 因為蘇貞昌把這個內閣變成一個吵架內閣 然後所有的部長都向他看齊 以為罵了越大聲 包括主席長也一樣 來這裡越講越大聲 哦這個內閣啊 全世界沒有看到的 對國外基本的尊重 來這裡又吵架 大聲一下 從上面開始 好 沒關係 我跟你講那麼多啊 你不要回答 我只是跟你講 你可以畫船回去 欸 蘇貞昌賴定的繼續做 2024絕對大海嘯 這些部長們 包括主席長 謝謝蘇貞昌這樣子 來這裡跟立委吵架的 絕對 走人 大家都會想到 哦 主席長越來越兇 就不要投了 好不好你請回 主席長請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好 我剛才罵你話你不避為了 我不跟你談這個事情 因為 你也是有用學藥 為了保住主席長 對立委的講話越來越不客氣 這個我看你這麼久啊 以前還算 以前還人模人樣 最近不是啊 受書正常的影響 沒有 我是對我主席總數的數字 是捍衛我主席總數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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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來 請問你哦 我剛剛批評你的 你不必回答啦 因為你就是這樣子啦 因為你就是這樣子啦 好 GDP今年多少GDP GDP對成長力 成長力的話 我們明天下午 四點半會公佈 好 外界齁 很多的 預測機構說 3.3左右 這個數字 高 還是低 你告訴我們一下 我 因為按照我們的那個 統計法事情 記者講 不得暗示或明示 所以我不方便講 好 那到前三季多少 前三季多少 前三季的話 總可以講 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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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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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季 但是第四季絕對是比較差的嘛 是不是這樣 對 因為它的出口 對嘛 所以往下調整是 差不多啦 三點三三大概也是差不多 那CPI呢 CPI也是明天公佈 好 那前三季 告訴我前三季 前三季的話 第一季的那個 CPI是 四點零七 對 CPI是 四點零七 2點八一 對 四點零七 那前三季是 三點零四 對 三點零四 對 那第四季會高還會低呢 第四季按照目前的趨勢 它應該是往下 低了一點點啦 所以 大概會 大於澳沒有問題啦 小於三啦 大概這個樣子 尊重委員的一個推錯 現在講的 講的說 最糟經濟方面 最糟的情況過了嗎 請問你 那個是 根據世界各國的一個預測 那個是目前 還是在 在過國大概一百 明年的一個經濟預測 世界各國都往下的 往下修正 還沒有過去 最糟的狀況 還沒有過去 那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 那個應該 我不曉得 軟著陸跟硬著陸應該怎麼 申請 那個是所謂的軟著陸 軟著陸就慢慢下啊 硬著陸就啪 一下下了一下 硬著陸啊 那個應該是慢慢的下 慢慢下 好 我要問你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重要的 這一次的選舉有人歸納啦 除了 剛才你的因素以外 那個不談啦 人的因素不談喔 年輕人普遍對於現在的低薪 實質低薪啦 以及高房價非常不滿 高房價非常不滿 所以我就問你啊 你那個CPI下只有房租啊 沒有 沒有房價 有沒有可能 我們開一個欄位 針對台灣的房價 你也把它弄一個 放在主計 主計總處的發佈資料裡面 可不可以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房價是內政部都有定期公佈 你要不會走啊 我們的CPI 它是消費物品的 消費物品那個房子是資本財 它不是消費物品 我知道啦 但是 它不是消費物品 但是大家看到就看你啊 因為房價的一個 那個是怎麼樣 內政部有定期報告 所以我認為說 是應該有內政部主管 我們只管的是 消費品的一個物價 我是提醒你啦 你可以去參考 要不要在裡面啦 因為我們事實上 原來也是具有CPI嘛 後來也是加一個 你聽我講標記 你的那個 我們後來加了 就是核心的物價 扣大房租樣本 我們已經在做了 我們已經在做了 扣多大 扣多大 那個像那個 所謂的 它那個租金的 一個那個所謂的 調調查 扣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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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你說那個 因為不同的 已經 已經增加了 樣本 增加 那個是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 好 請回 我們請那個省記長 好 委員好 你早 好 我請問你啊 有關於高端啊 衛武街沒有人在這裡 但是高端啊 自己主動地公布了 他的價格 是 841塊 要救陳時中的選情 也救不到 專門想說 有保密合約啊 保密合約就約束雙方啊 啊高端現在這樣子自己公布了 然後 又不會不公布 啊 請問你 高端有沒有違反保密合約 你有沒有講一下 在我們的審查 同仁去審查的時候啊 有發現 看到那個合約啊 是 政府要公布的時候啊 要經過他的同意 要由委務部公布 他如果自己公布呢 他這個合約 我們沒有看到這些的條文 有沒有可以 我們沒有目前 當時的同仁的查 你要不要去了解一下齁 高端都敢公布了 為什麼委務部落點了 還要30年 莫名其妙 對不對 高端都自己公布了 為什麼委務部 還要替他做黑箱呢 為什麼呢 你要去了解啊 可以嗎 可以 去了解啊 你可以不可以要求他 高端都公布了 馬上公布了嘛 而且高端不要忘了 他的疫苗 the one and only one 唯一的買主 就是衛福部啊 他去年有衛福部幾十億的進帳 今年沒有衛福部 所以他營業有機會幾千萬啊 他都公布了 衛福部沒有理由 再提到鎖30年啊 莫名其妙 對不對 因為 外服部越 越 越蓋越糟糕 票流是越多 因為 代表這裡面有鬼 說不定有人有 酬佣 佣金啊 你查一下可以嗎 對 我們有注意到 我們有建議到 他 如果不影響 商業合約的話 能夠 公開 審計部要去了解啦 可以 把他 把他充值那個 三十年的 那個保命 最後一個問題啊 核四啊 公投已經 被輻絕了啊 重啟核四被輻絕了 我在去年的時候啊 在今年七月底 提了一個說啊 處理核四公投後的 資產歸零 主權益 超越公司通過了 兩千八百多億喔 齁 請問你啊 這個現在經濟部做得怎麼樣 他的 我們有委員的 要求啊 我們有去請 經濟部做處理 經濟部的答覆啊 他們的核四啊 怎麼來最後的處處方案啊 他們還在探討 什麼時候探討出來 這個我要和在經濟部啊 我知道你們的幕僚給你 資料你讀一下 你的幕僚給你指示 好 本部的督促啊 台電就核四減損後 帳戶處理方式要投資處理 第一個 經濟部答覆我們的 說這一個啊 帳戶處理啊 目前上核規定 再來我們要他除衛 將租產處處方案啊 存報主管機關 情形啊 我們把這個啊 什麼時候可以跟你報告 什麼時候 這個地方他沒有提到 但是他沒有看好 你要要求他啊 我們立法院做的決議啊 他總是最少最少 他規劃出來啊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處理的啊 好 這個部分啊 我們還是會再繼續的 要求他 做一個 你可以要求他兩個月內 把他方案提出來 可以嗎 核數的問題啊 他的租產啊 因為 剛剛委員講啊 兩千八百多億啊 他要一個做 做一個妥數處理 讓他的 整個啊 在處理的效益啊 能夠 最大化 我們希望你快點啊 這個東西 因為牽涉到 他要不要爭執的問題 是很嚴肅的問題啊 是 也牽涉到 我們的人員公益的問題啊 好不好 謝謝 好委員謝謝 好 謝謝 各位請回 接著請郭國問委員